大概他可能会把所谓的新纸生产力作为三中全美的主题 那么在新纸生产力之下会有一些政策 他所认为的改革措施出来 我觉得可能仅仅是在最后其他的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最新的说法是说是今年6月份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因为如果再到今年的按照往年惯例的话 应该讲是在11月 那11月11月就拖得太长了 拖得太长的话 未免会引起外界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非议 所以这个6月份的话 我觉得这个新纸生产力这个概念 现在也已经吵起来了 被官方吵起来了 所以讲顺理成章的 他作为一个三中全美的主题 叫开了进行一系列的部署 从这个实践上来讲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